今年有超過二萬一千人 考獲3322入大學的最低門檻 競爭大約一萬五千個資助大學學位 有考生說不夠分入大學 會考慮升讀副學士 也都有學生一心想入演藝學院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 香港有多元出路 免危學生無論成績是怎樣 都不要放棄 香港社會或整個世界的發展越來越快 也越來越多元 不同的行業或者不同的發展 都需要不同的人才 所以對大家來說 其實可以想得寬一點 未來我們猜對人才的要求 是一方面要廣 就是知識要多 第二方面也需要 在某些方面需要有專門的知識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興趣 以及大家的強項在哪裡 繼續去發展的途徑仍然有很多 所以希望無論大家拿到成績是怎樣 都千萬不能放棄 亦都希望大家放開眼界去看 是有很多的門路 在某些地方 有很多東西 都是一方面的 階段影響 階段影響 也有很多人 都希望能夠有機會 感谢观看